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昨天收盘的位置 加权已经率先了破了前天的低点 但是昨天的棋子反而差一点点没有破前低 但是也无妨了 所以昨天我也跟大家讲 我说这个东西反正空投市场 反正随便早晚这个指数就一路往下杀 大盘再创新第一 空投市场明显 就跟大家讲 反正尽量往空的方向做就对了 今天加权指数也好 棋子也好 果然继续创新低 各位你要知道 今天指数的创新低 不是只有今天创新低 也不是只创了这个礼拜 或是六月来的新低 今天的新低是等于 等于说从今年年初的一月份 到现在一路再创新低 这个各位我说真的 这个做期货就是要把这个趋势方向搞得清楚 那因为做期货就是做方向 方向对了 什么都对了 尤其重点是 这个除了当充之外 如果说你还能够把这个去做波段 去做波段做趋势单 做趋势单的话 那你可以赚更多的钱 我想这一句 这个道理其实大家都懂了 那而且这个 其实这个昨天也好 今天也罢 当这个指数呢 在继续创新低的时候 微微信我不但在这个 可以说从四月初以来 各位从四月初以来 因为当时就从这个大盘跌破年限 跌破年限之后 再也没有再上去过 所以从四月初开始呢 我就一直在跟大家讲 台股进入空头市场 空头市场 所以你在期货的操作上 一定要懂得这个方向去做 不要随便去乱做多 而且我特别强调 这个目前对于整个趋势的看法 你不要只去看日线 因为你只看日线的话 反正日线短线一定是 涨涨跌跌跌跌涨涨 你不一定看得出一个方向 在什么地方 所以呢 当时从这个四月初 在这里的时候呢 有没有 我就一直跟你讲 我说各位去看看月K线 这个台股今年就是从四月份 从四月份这个月K线 跌破了年限之后 之后就再也没有站回到年限之上去了 那其实我跟很多投资人讲 我说各位这个一个市场 这个要分别这个多头跟空头 其实很简单 尤其我们看比较大的趋势来讲的话 这个基本上只要指数能够守在年限 蓝色这一条 能够守在年限之上的话 那基本上它就是个多头市场 反过来讲 只要这个大盘跌破了这个年限 站不上去的话 那一定就是个空头市场的开始 不但这一次是如此 过去每一次的空头市场 都在跌破年限之后 出现这样子的问题 好吧 而且各位 到了今天 有一个东西我更要提醒你了 怎么说呢 这个过去这两年的多头 尤其到了去年 你仔细的看 这个当时在这个地方 好像是8月跟10月的时候 当时那个月K线的两次低点 是来到16250那个地方 16250 所以当时其实在4月份我就跟你讲了 我说只要大盘跌破这个16250的话 那这个头部 那这个头部就正式形成了 因为仅限在这个位置上 那其实5月份 5月份其实前面有跌破过16250 但是后来因为短线跌多了嘛 所以5月份后面就弹上去一波 弹到季线过不去就继续往下杀 那其实你看到了以今天来讲 虽然说你看日线 你只看到说短线再往下杀 可是呢从月线看的话更恐怖 为什么 因为这一根有没有 去年在这个地方 去年的5月份曾经有过一次错杀 然后这个盘 以月K线来讲盘的低点 来到这个15200这个地方 就这个下引线最低来到15200这个地方 可是各位要你注意 目前到了今天为止 这个加权指数已经几几乎要破了这个的低点 那如果连这个地方都破掉的话 那我只能告诉你 这个地方代表空头的力道 空头的力道是相当的强 相当的强 听懂了 所以这个未来一段时间的话 整个这个空头市场的走势 会持续的这个会重压台股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还是一句话 不论从这个中长线的趋势也好 或者从短线的角度讲的话呢 这个地方基本上 你竟然从这个空的方向操作 可能会比较有力 尤其我讲这个做破端的操作 不过当然了 因为这个其实做期货 很多的人实际大概就是做做当冲了 我说就算你做当冲也是一样 做当冲基本上也是有个当天的方向 对不对 那其实你看你说昨天也好 今天也好 其实今天跟昨天 这个盘中的高点到低点都下沙相当多 记不记得昨天 昨天那根黑棒 这个盘中高低点也杀了快300点出去 那今天本身的棋子呢 高低点也杀了差不多300点出去 所以你看 所以我说在目前空头趋势相当强的情况之下 就算你只做当冲 那那个方向你要搞清楚 千万不要盘中随处去乱做多 你做多 这个谈不了多少马上往下杀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 趋势还是讲做贵做期货 不论你做当冲也好 你做刘昌也好 你做刘昌也好 抓对趋势 各位 因为刺刑事 刺比人强 刺是一切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获利的根源 是这样好吧 那所以这个今天 果然这个 其实虽然说开个小高 可是就还是往下杀 而且高低点 又给你杀出300点出去 那这个 所以我希望这个昨天也好 今天也好 你在这个当冲的操作上 有顺着方向这样来做 不过那当然了 那为什么今天 为什么今天呢 奇怪了 你说这个今天 这个还开个高 可是为什么后面 还是会杀出一个 将近300点 这么样的一段幅度 当然了 那不是要说 那铁定又是今天大伙在干嘛 大伙 你说薇老师 那今天大伙在做空 力道也很强 对 跟昨天一样 你记不记得昨天 昨天从开盘大伙 盘中已经杀出将近300点去了 那今天也不遑多让 虽然说今天 开盘的时候 大伙那个力道 小小多小小空 晃了一阵子 是你看 到了后面也是一样 那个大伙做空的力道 做空的力道 也是有没有 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就是一路就给你杀出去 所以各位你看 我说我说 我一直在跟你讲 做期货 其实 这个 当然方法百百种 那 我再提醒你 如果说 你自己做期货 你用你自己的方法 你可以把期货做得很简单 做得很轻松 而且每一天的方向 你都抓得很清楚的话 那各位那我祝福你 对不对 那你就去操作吧 你用你的方法 应该期货会做得很不错 但是其实做期货 绝大多数的投资人 做起来好辛苦 对不对 都赚 都赚一点点 搓都搓一大堆 那各位如果说 你到现在做期货 还是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说赚 赚不多 然后做期货 一搓搓一大堆 然后不管做多做空 你都觉得胆战心惊的话 那我就一再提醒你各位 那我请你啊 早早过来跟上我的SOP 因为维国欣的这个方法 我已经用了16年 各位16年 我一再给你讲 当一个方法 不要说16年了 能够用个十年 这个十年十几年以上的话 代表说这个方法 它的这个成熟度 就非常非常的高 来 先看大图 所以说各位 做期货对不对 如果你自己做当抽 你自己做得很辛苦 赚多赚一点点的话呢 那我说啊 那各位那不妨你看一看 那到底维国欣我的SOP 能不能够大幅度提高你的胜率 我想各位 这个东西是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对不对 好的 来 那其实今天也一样 这个其实今天这个盘 我刚讲过 其实今天这个盘呢 开高以后 为什么一路往下杀 来至于两个原因嘛 那铁定就是第一个 那今天的高点在哪里 这就是今天大货在做空 那力道又很强 所以今天的盘 又是一个往下的一个趋势盘 什么叫趋势盘 一天的涨跌幅 起码就是一百两百点以上 这个东西就是当天大涨大跌 我们叫做趋势盘 好 那重点来了 那各位那我们以今天的当初来讲 今天的高点最高点在哪里 15145对吧 15145 那我就问你啊 那为什么今天的最高点 会在15145附近 或是我们去 我们四射五入吧 代表说今天在奇卧开盘前 你晓不晓得今天呢 在15150这个地方 15150就是今天呢 一个大的压力所在 如果说今天奇卧开盘前 你就知道说 哎呀今天做当冲啊 15150是今天的大压力的话 那就算这个盘开上去 你会做什么动作 第一个也许你就想说 这个那多单别去做了 对反正冲上去 已经很接近15150 或者反过来讲 当指数从15145 开始往下杀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哦果然来到150 这个附近上不去了 赶快去做空吧 对不对 好 我再讲一次 第一个 各位做当冲 有两件事情 你必须一定搞得懂 第一个 大概当天的关键的 关键的点位在什么地方 高低点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当天啊 趋势当天的方向在哪里 到底你做多 你这个胜算大 还是你做空你的胜算大 就这两件事情 对不对 你能够每天能够抓得住的话 那你做当冲 你会做得很轻松 如果这个 这两件事情 如果说你抓不住的话 那你盘中 随着这个盘中 这种起舞的话 你做起舞 就做得很辛苦 对吧 我想这个道理你一定懂 好 那就重要了 那为什么今天最高点 15145 因为今天的八点半 我给会员的盘前图 你知道 你知道我给会员 讲了什么点位吗 对吧 我今天礼拜四 我会礼拜四 盘前图 不但我八点半给了会员 我还分享在我的那个群组上 对不对 你过来自己看 今天八点半呢 我就跟会员讲了 今天最大的压力 就在15150到160 最大的压力就在150到160 今天最高点15145 看懂了 各位 哇 所以为什么今天 谈到15145 这个地方上不去了 如果今天八点半 如果今天你已经是我的会员 今天在八点半的时候 这个盘前图 已经送到你的手上 你一看 我一会去 我跟你讲了 今天最大的压力 就在150到160 这个地方 那我求你 那当指数 谈到这个附近的话 你大概会做什么动作 对啊 准备要开始做空了 对不对 就是第一个 这样做期货 每一天先把关键的点位先告诉你 那所以盘中在什么地方 该做什么动作 你的心里已经先有准备 当你心里 你有先有准备的时候 点位来到这个地方 你不会手忙脚乱 你也不会觉得好像茫茫然 对不对 只说来到这个地方 这里到底会不会上去 到底这个地方 是可以做多 还是不能做多 很多人做期货 为什么做得很辛苦 为什么甚至一做就错 因为每次当盘师 来到某个关键的位置的时候 你不晓得这个地方 到底是今天 这里是相对的高点或是低点 所以已经来到相对的高档区 可是很多人你只看到说 哎呀 这个盘中的走势再往上走 你就想去追一个多单 等你多单一做完 糟糕了 走到一个短线高点 会不会碰就杀下去了 对不对 我这次过去以来你做期货 为什么经常一做就错 而且一错会赔很多的原因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这个我也在讲 微温馨的SOP 能够怎么样的帮助你 把期货做的胜率能够提高 每一天开盘前 你知道当天高低点的话 那什么地方 该不该做多做空 你起码心里先有准备吧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好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 来到145这个地方 就上不去的原因 在这里 这是第一个重点 好了 之后呢 又因为大货的一路在做空 其实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因为今天开盘的时候 其实大货开盘是做小小多了 所以第一笔翻多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去做了一笔多单 可是就是因为 就是来到 14140之上 已经接近150了 赶快多单就跑掉了 就赶快跑一跑 之后呢 在15118这个地方翻空了 那大货也开始由多 也开始翻空 而且重点才又来 后面就是 就是不断的 就是一坡一坡一坡 就这样下沙沙去 箭头翻空 大货做空 箭头翻空 大货做空 箭头翻空 大货做空 那我请问你 那今天为什么 在这三个地方 可以去做空 因为这个地方 完全又符合了 对不对 我就讲了嘛 做齐货 你跟上我的SOP 就这么一个规则 箭头指标跟大货指标 两者有同向你做就对了 就这么简单 其他哥们什么都不用去想 我跟各位讲 我一直讲好各位 做齐货这件事情 其实不用这个 讲东讲西 这个因为 我想每天 除了《维国亲》的节目之外 你大概也看到很多 其他的齐货节目了 通常这个讲齐货人 盘中对不对 在节目上 一会儿这个一会儿 讲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听起来好像很丰富 但是各位 我说真的啦 各位做齐货 没有那么多这个想东想西 没有什么 没有很多时间 这个 去想一堆事情 对吧 盘中什么地方 你该做都该做空 大概在几秒钟 一分钟两分钟之内 你必须就去做一个决定 如果你还要想这个想那个 你记不记得 这个我说嘛 这个以前在大概五年十年前 那个市场很流行一个东西 叫做开盘八法 我不想你有沒有听过 可能你有听过 什么开盘吉法 对不对 什么这个 什么这个战法 那个战法 反正这个什么行不浪当 什么东西都有了 但是我很早就提醒很多投资人 我说啊 这个 我们就以所谓的开盘八法来讲 各位如果说一开盘 有八种形态 你开盘 你必须去想 到底今天的盘呢 是属于哪一种形态 去想八个的话 你期货还要做吗 等你想好的时候的话 对 该跌也跌了 该涨也涨了 你还去想那八种是在什么地方 该怎么操作吗 所以我说各位 我说各位很多的东西 你要搞清楚 嘴巴上讲 好像讲的头头是道 或者说很多的这所谓的方法 讲起来 哇好像很丰富 可是那东西都是些理论而已 对不对 理论而已啊 你听起来好像觉得 嗯好像很不错 有道理 都对都对都对 可是你每天你真正在 你在食物上 你在食物在下单的时候 你有时间去想什么 这个战法那个战法吗 嗯没有 我说等你想完的话 该涨也涨 该跌也跌了 所以我说 但是维国际的SOP做到今天 我一直是试图是 把方法浓缩在一到两个上面去 然后让会员可以再 不要说什么去想什么 想了好多种情况 而是在一分钟两分钟之内 甚至几秒钟之内 你就用一个方法 你就马上明确的知道 这个地方我该做多 或是我该做空 那各位 其或是这样做 你才反应的过来 你才能够 空也空到漂亮的点位 你多也多到漂亮的点位 对不对 所以我说各位 我希望很多人 你能够搞清楚 很多东西啊 讲理论 哇听起来头头是道 好像很不错 但是那些东西 对你的食物操作 是一点帮助都没有 甚至根本就是误导你的操作 你想东西想到老半天 你要怎么做我问你 但所以我说 你去想看 但是微国性我讲 什么叫做最简单的这个 这个标准操作程序 只有一个规则 对不对 我已经把 因为说真的啦 这个所谓的这个技术 技术指标 白白总 对不对 但是微国性我这十几年以来 我把这所谓的很多的技术指标 不断的浓缩 浓缩 最后浓缩在 两个指标上面 这两个指标有相同的方向 盘中的最大的一段 一定 后面的那个最大的一段 一定在这个地方 你赶快做就对 所以果然今天对不对 你看嘛 今天这几段下杀 对不对 都是在箭头 跟大户有同向之后 砰 就杀一段 有同向再杀一段 有同向再杀一段 不同向根本不需要做 那各位这样做的话 我就说你在 不要说一分钟两分钟 你是在一秒钟 五秒钟 几秒钟之内 你都知道说 这个地方 我该去做什么动作 那各位这样才叫做 这个才叫做 做期货 讲究的就是 就是灵敏 就是灵敏嘛 对不对 所以要反应的够快 而不是说 当这个指数开始 又张有跌的时候 他就想说 哦这个战法 那个战法 哇什么这个那个这个那个 等你想完的话 盖帖也跌完了 盖帖也涨完了 不是吗 那今天你看 今天就这么 第一趟多单 其实我几乎没有赚到 因为空间太小了 但是后面这三笔空单 就将近了 超过200点以上 各位 箭头一出来 大户翻空 你需要想很久吗 不用吧 看到箭头翻空 看到大户做空 大概大概三秒钟 五秒钟 你都知道说啊 空就对了 那你这样做 才能够做到很漂亮的点位 能够做到很漂亮的点位 你懂我意思吧 我是这样做 你看今天 一笔多单 三笔空单 其实后面这笔 我都跟各位讲 都可做可不做了 那当然啦 如果你是我的电脑会员 有同像 你再去做我也没意见 今天这来来回回 超过200点以上 各位昨天也是 也是200多点了 有没有 昨天跟今天其实蛮像的 大户在做空嘛 所以反正一样 箭头有翻空 大户有做空 空就对了 昨天也是一样 两笔啊 就已经了 这个将近快200点 加上第三笔 已经超过200点以上 所以各位 昨天节目 所以都是一样 这样在操作 我说各位就够了 我讲 你跟上我的SOP 一天一趟也好 两趟也好 反正有这样子的规则 当天最大的那一段 最大的那一段 当天最大的那一段 最大的那一段 一定会在这个 这个规则出现的时候 后面你一定掌握得住 让你在第一时间 赶快做赶快做 那后面那最大的一段 你去通知它 那各位 其或是实物的操作 是这样在操作的 不是那边想东西 什么这个战法 那个战法 对吧 我希望你真正能够了解到 理论是一回事 实物的操作 盘中的真正的实战 是另外一回事 好吧 如果你真的 你希望说 在实战上能够做得好的话 你过来跟他维国琴 好 那另外各位 这个其实今天 其实这个不要说今天 每一天都一样 我说 如果说你喜欢自己 去动手做期货的话 那你就这个 跟加入维国琴的 电脑会员 反正盘中 只要有这个规则 箭头跟大会有同像 你做就对了 这是一个做法 那另外呢 如果说你自己盘中 你盘中是你不能看盘 你不旁边下单 或者我在讲 就算你能下单 可是你自己做 做的是个 这个手软脚软的话 对不对 我在讲 那你不妨跟上约约峰吧 对不对 跟上约约峰 跟上这个约约峰 的操作的话 其实你能够轻轻松松 对不对 那各位你看 我们就以今天来讲 今天其实一开盘以后 这个最高叫15154 今天的约约峰 你看 这开盘以后 我们做在什么地方 15125 哇 这个已经做的 算的位置做的很高了 今天最高才145 那今天的约约峰呢 做的125 只离最高点 只差了20点 这样有没有够厉害 而且你看 这一笔空单 其实啊 因为这是约约峰 这个是 比这个一分钟的当冲 它的这个 稳定度是更高的 所以你看 其实今天的一分钟的话 这个跟大户 你可以进去冲三笔 可以 可是今天的约约峰 其实从开盘的15125 做空之后啊 一直到中午的收盘 收在这个14938 这一直收到14938 其实今天啊 其实我们只 约约峰的自动单 只做了这一笔空单 一直到收盘 各位这是未平常 代表说我们还在手上哦 今天光是开盘 125做的空单 到中午收盘 各位 光这一笔已经要194点 各位 自动单 你自己不用动手哦 你不看完也没有关系哦 我说过 就算很多人你自己做 对不对 赚个5点10点 哎呀啊 开始担心了 跑得比谁都快 后面一大段该赚了 你通通都漏掉 可是你看今天光是 这一趟空单 从125 到收盘1493 就是194 各位 那你希不希望 用约约峰的自动单 来帮你啊 真的把这个 所有人性的弱点 全部都克服掉 各位你看啊 这个 而且这个 这个东西都是我会员当中 实物的操作啊 各位 我今天把这个推荐 我拿来给你看 一个是我一口大台的会员 一个是 一个是15口大台的会员 好吧 不管你资金大与小 如果你的资金够大 你能够做个五口 十口 十五口那更好 那你看一天对不对 已经了多少钱了 以这个 以这个十五口会员来讲的话 今天光是这一笔 开盘的空到收盘 十五口各位 已经56万 已经56万了 好 就算说你的资金稍微小一点 比如你做一口大台好了 那一口大台的194点 对不对 那你到收盘一样 这个空单还在手上 也已经38,800 那各位 不论你的口数大也好 你的口数小也好 你只要跟上 早点跟上月月峰的这个自动单 对不对 每一天这个盘 什么地方该做都做空 那月月峰自动单 都帮你啊 就抓到牢牢的 各位 除了今天之外 这一波 这个其实 记不记得 上个礼拜三不是六月七指做结算吗 所以上个礼拜四 这是6月16号 是7月份 近月份的第一天交易嘛 那各位 你有没有去算过 从当时从这个 上个礼拜四到今天 大概指数大概跌了将近快700点 跌了将近快700点 跌了将近快700点 那问题在这 在这六天的700点当中 你做当初也好 你做流畅也好 你自己赚多少 有没有300点 有没有400点 有没有500点 有的话恭喜你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好可惜 对不对 好各位 不管你从7月份这六天以来 你自己做 你赚多少 可是啊 如果说你是 如果说你从这个上个礼拜四开始 你已经是我月月峰的会员的话 来 那给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你记不记得 就在上个礼拜四那一天 那我们 我们不是在1563年这个地方 开始做第一笔空单吗 你有印象吗 在1563年这个地方 而且各位 当时啊 这个1563年 我当时在隔天的礼拜五 节目上 我都开始跟你 有跟你做个预告 后来这笔空单呢 下来以后啊 在15314 这个附近呢 平常掉 因为这个是十五口大台的会员 所以他 他后来是平在两个价位了 有五口平在313 十五口平在314 那反正 偷偷来讲的话 他就是 都在差不多 314附近的话呢 把它 获利了结掉 那之后后来啊 这个 下来之后呢 在这个15288这个地方 这是第二次做空单 你有印象吗 各位这两笔空单 我前几天我都给你做过预告 从15630到15288 对不对 后来一样 这个后来这一笔15288的空单呢 在这个15 这个030这个附近呢 也这个自动单也平仓了一次 那一样 因为他是十五口 他七口平在这个029 八口平在030 那各位 光是前面这两笔空单呢 而且是已经平仓掉的 已经平仓掉 已经呢 已经呢就是576点 各位 576点 那再加上今天开盘的这一笔 这一笔就还没有平仓 还在手上 194点 那各位 194 加上576 各位 你知道是多少吗 就将近770点 已经将近770点 你看看 你看看 从上个礼拜四 就是7月份到今天 指数跌了大概将近快700点 月月峰呢 包含已实现的 跟还在手的加起来 已经770点 各位 那我请问你 那这六天以来 这六天以来 你自己做 你做当冲也好 你有做流传也好 这六天 你自己做 有没有赚700点 有的话我恭喜你 各位 那代表说你期货已经很高干了 那如果没有700点的话 那有没有500点 有的话我也恭喜你 代表说你也很高干 那有没有300点 有没有200点 有没有100点 有没有100点 所以各位 去比较比较看 所以我在讲给 其我这件事情 就是一句话 对不对 你有没有一个好的工具 好的方法 把那个 不管是短线也好 破断也好 那个方向 帮你抓得清清楚楚 你喜欢自己操作 那你过来跟上我的SOP 每天盘中 你盯着 这个SOP的箭头跟大会有同像 你做 每一天每一天 箭头跟大会有同像 你就去做 同像 你就去做 盘中最大的一段 让你轻轻松松 掌握住 箭头跟大会有同像 你去做 有同像你去做 轻轻松松把盘中最大的一段 让你掌握住 如果说 如果说你自己不方便操作的话 来我再讲一次 那你赶快 用微微信的跃跃风 这个 透过程式教育 透过这个智能下单 的自动下单 一样 帮你把每一笔每一笔 对 从当时上个礼拜四 这是第一笔空单 之后 15630 15288 到今天的开盘 在15125这个附近做的 到了 这一笔空单到今天收盘 我们还在手 那各位 已经将近了770点 那各位 做请问你喜不希望这样子做 如果你希望的话呢 那我欢迎你早早过来跟上微国庆 尤其像月月峰的这种方式 你根本不用自己动手 但是你的电脑呢 已经帮你把自动单都做出去 那各位 你一口也好 五口也好 十口也好 十五口 甚至二十口都好 反正呢 不管你口数大于小 但是呢 都是透过自动单 把这个把你啊 多空的这个机会呢 把你牢牢的掌握住 好吧 这个 跟上微国庆 跟上月月峰 跟上SOP 气候做得轻松 又愉快 那请你赶快打电话进来 把这个 越早跟上 你越早掌握 去每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机会 好吧 祝大家做做顺利 好见到此 谢谢各位